我們第一次碰面在新加坡 我的房間裡 蛤 第一次就開房間了 你有打從心底恨過一個人嗎 用過這個手法的人都死了 太巧了嘛 我會查到底 好 很開心今天爆米花看電影 有機會可以訪問到這部很好看的劇 第三部劇 陳沙霍 雖然呢 只看了兩集 但這齣感覺好像都看到很不一樣的你們 好像角色感覺都有很多層 有很多故事要揭曉 那先講一下凱勳 首先你髮型一開始就很不一樣 然後第一場戲一質詢 我就寫下說 哇超帥 可是後來越看越覺得 這個角色好像有點懦弱 有點討人厭 是這樣嗎 應該是說他是比較 他是比較 因為你看的前兩集嘛對不對 對 他到後來會大概在七八集之後 會慢慢揭曉他背後的一些故事 對 然後他在議會的時候 因為他是正二代 所以他是比較 比較衝 比較年輕人的思維 然後在議會上是比較 可是他卻背負著一些包袱 那個包袱可能來自於他的父親是老議員 然後背負著一些聲勢的謎團 或者是什麼 所以他會比較在意一些別人對他的看法也好 但是他後來還是有在他的職責範圍裡面扛起他應該扛的事情 所以這就會像我們劇名一樣 成沙戶就是不斷的一直滾動式的修正 每一個角色的 每一個角色的 給別人的感覺 或者是給別人的既定印象 都會在後面的集結 又被顛覆 就是這個戲最有看口的地方 我覺得 講到冠婷呢 我覺得你這次也真的讓大家非常嚇一跳 一開始有一些戲呢 就是從背影看不出來是你就轉正面 竟然是你就超驚呆的 然後我就寫下說 沒想到你演技可以拿金馬獎 身材可以演各式各樣的動作片 什麼意思 就床戲嘛 對啊 看劇本的時候有擔心尺度嗎 還是沒關係都可以 會啦 還是會擔心啦 所以還是有針對 這一個部分跟導演做討論 那導演是不要想說 那就是營造一個氛圍 這樣也不會說拍得太 太直接這樣 就是讓觀眾不舒服 就不會 我們可能一直都注意到你的演技 沒想到你的身材這麼的精實 一直都有保持運動的習慣 只是那時候剛好就比較規律 床戲有做防護措施 所以有做了什麼 就是有穿一個那種舞者在跳舞的那種丁字褲在裡面 外面在套一個四角褲 還是我是穿兩件四角褲 我有點忘記 但就是兩層 但是那種比較短 就是剛好比較好遮 比較不容易穿幫 男生還好啦 當然男生其實還好 男生相對性要防護的比較少嘛 對 對 就讓人家看得不舒服的東西藏起來就好了 其他人也這麼好藏 男生貼個胸貼能看嗎 沒有 有的人下面也會貼啊 然後就說什麼很痛什麼的 對啊 那個是如果需要拍到屁股的時候 下面就是要貼起來 那這次你們兩個就是都很不一樣的演出 那有沒有哪一場戲是拍之前最緊張 或是準備最久的戲 有 我後面幾場我都蠻緊張的 漸漸的隨著抽絲剝繭往後一直往後到後面 然後你已經覺得你自己越來越靠近自己核心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就會 因為那些戲都很難 我很難從我真的是日常生活中去找到那樣的狀態會是什麼 那個時候我其實也不明白我接下來要演的那種戲 應該要長怎麼樣 就我沒有一個地圖 那我只能好像儘量 Action 之前先保持一個比較 比較中性的東西 然後慢慢的去融入現場 就是透過 可能美術組幫你承受的環境啊 還有你的對手演員給你的回饋 然後慢慢在裡面去 哦原來這場其實大概是這個感覺 那當然最後有導演在莫理棚前面幫你做最後的定奪啦 但對我來說就是好像在冒險一樣 面對那個未知的時候都很擔心 之前看凱勳有個訪問說 有時候演員會演一演發現啊自己演錯了 就是可能演到後面才發現啊自己前面設定的是不對 或什麼的 像我們都會有一樣 面對一樣的問題 因為其實尤其是這種類型片的這種 沒有人的日常每天都在遇到殺人跟被殺啊 這個其實太難去從生命的經驗法則去找到一個應該要有的情緒反應 所以都會有一點有點像冠廷講的確實就是用以戲仰戲 以前面的戲慢慢的仰仰仰仰到後來你覺得你好像靠近的核心呢這樣 但我同意冠廷說就是月到後面的每一場戲都好困難 因為這個戲到後面的情緒都很大很濃烈 那我自己的部分是跟所有的美珍姐 我有跟林美珍大馬美女那個美珍姐到後來有好多場對手戲 對但是我都要藏著一些秘密跟一些情緒 然後換一個樣子去面對它 然後很多場跟她獨處的戲的時候那個都是我覺得印象很深刻很難很難去揣摩的 因為已經那個角色的那個寬服已經over過自己的生命寬服了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很巨大 然後我覺得我啦 榮榮或冠廷都是用我們自己的演員的這個靈魂載體在面對這個巨大的 很寬很巨大的這個這個戲的生命經驗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那還好有榮榮就是他好像是片場的開心果 然後也會整你們是不是 對啊 他是在 他只能他只敢在合理的範圍內這麼做 因為他知道他自己的角色也超硬的 所以他敢整你嗎 應該不敢吧凱薰哥 怎麼又不敢 怎麼又不敢 他怎麼整你 就當然最恐怖的就是他來搖我跟冠廷的帳篷啊 搖到像刮颱風一樣換衣服的帳篷啊 然後他再換到一半他在外面搖那個帳篷 搖到好像整個帳篷都快被風吹走一樣 後來出來只要知道是他 對啊 他就是真的是腦筋動很快的那種 然後用鬼靈驚怪這樣 譬如說我們只是在可能撤光然後站在那的窗前 他突然說 你看我們現在這樣像不像一個浪漫的戀人 他這樣側拍是在拍 所以我可以看來真的蠻像的 他還會就是玩這些有了沒 他不是還騙你說什麼你要加戲就你人在屏東什麼的 對啊 而且重點是 重點是因為我是第一次跟 第一次跟他合作 第一次認識他 所以我會覺得他人好像就是一個 比較 正直比較比較正經那一塊 結果沒有 他開始不震驚了之後 我發現 開始我有點confused 他到底原本長什麼樣子 跟我想像完全不一樣 後來才發現 天啊那個才是原來的他 那凱勳哥呢就是你 第一次見到凱勳哥是什麼時候還記得嗎 那你看到他的印象跟後來合作 應該差蠻多的吧 我們第一次碰面在新加坡 對 我的房間裡 蛤 第一次就開房間了 就是剛好去拜訪 今天既然當中是一個凱勳哥剛好就去認識一下 那時候好像超瘦超壯 精壯到一個 我那時候在新加坡拍一個動作片這樣子 然後那是我們第一次碰面 對就是在新加坡碰面 然後在房間裡面 那時候對冠婷印象就非常非常非常好 對 其他人說我會外拍誰 冠婷應該就畢恭畢敬這樣 對嗎 對啊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 太偶像的新開 那終於合作了之後 有沒有覺得彼此最讓你 哇哦 就是很驚訝 然後哇演得超好的那一刻有嗎 冠婷很多很多場戲 我們都很驚豔 很驚豔的 很驚豔就我啦 把導演融融還有工作人員都在monitor前面有 偷偷的掉眼淚這樣 那他的其實這些這些演技上的東西都不是我最驚豔 我最驚豔是他的做人啦 他的態度 然後他就是一個很朴實的南部小孩 那因為我自己也是中南部的小孩嘛 所以 我在他身上看到的特質 一直到他現在拿那麼多獎 然後 有這麼好的成就 但是他的最真實的樣子都沒有跑掉 你看他所演的角色 每一個都那麼南原北側 都不一樣 可是 你現在跟他聊天 他就很像一個 就是像剛起床的大學生一樣 問他 用頭髮涼亂摸 就是 憨憨的特質 不是很可愛 就是從這些地方 你可以看他完全都沒有變啊 他現在是非常照顧我們的 就是會問啊 怎麼樣啊 最近怎麼樣啊 然後 今天拍的好嗎 就是會關心我們 那一樣啊 就是他即便點了這麼多戲之後 還是依然對於那個戲劇的熱忱 就常 就是在讀本啊 或是在討論角色的時候 都可以 看到他那個對於 角色的想法 那種對戲劇的熱情 我覺得的話 就是從他身上感受到 很棒 然後 尤其是你在戲裡面有一些 就是在我的角色 最最迷惘的時候 就是你都可以感覺到那些 來自於他們角色的關愛裡面 也包含著演員之間的那種關愛 就是一種很特殊的就是 你感受得到那個東西 不是說你演出來就 其他演員就可以接得到的 那如果沒有他平常那些累積 其實 很難在戲裡面可以成立 其實你們剛剛兩個有聊到 你們兩個共通點也蠻多 你們都是戲劇系畢業的 所以你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現 自己很愛表演這件事 我知道冠婷其實並不是 真的想要讀戲劇系的 一開始 那後來可能到了大三大四之後 好像開始 你有找到那個戲劇的門了 然後就開始打開門進去探索 直到那時候啦 是因為上課還是因為 比如說真的去接觸到表演這一刻 上課吧 好像你認真的上課 認真的做作業 反而老師可以給你的回饋會更多 那時候好像你就可以開始 有一些東西會開始 長得比較快 可能大一大二太把自己放 放得這樣爛爛的這樣 其實很晚耶 非常晚 一直到我大學 畢業之後都還在思考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 就是做點別的事情 一開始只是因為書念不好嘛 就是不愛念書啦 不是書念不好 就不愛念書 然後 然後 我就覺得說 這個念這個好像好玩 然後一方面是就接通告 我覺得年輕的時候也沒有那麼多什麼 對表演的那麼深入的理想抱負 就覺得好像接通告前來的快 然後也 生活好像這個職業講起來也蠻帥的 就是年輕人都會就想耍帥嘛 慢慢的接觸了之後才 你越走越深才 才真的 我真的嘗到他一點點的體股味 然後才 才真的到出社會 一個當完兵我都還在想這件事 就是到二七二八我都還在想說 我是不是真的要當演員 所以其實蠻晚的 我認真的 就一定要好好把表演這件事做好的時候 我應該是三十歲上下的時候 三十歲上下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 拍《候鳥來的季節》那個電影的前後 開始認真的思考這件事 蠻晚的 沒有大家想得這麼早 《候鳥來的季節》導演剛好也是 《火神》的導演跟《冠婷》合作 對耶 所以又有一個共通點 很難可以想到自己可以被你訪問到 我嗎 對啊 因為他在開電視看你跟那些 國外很厲害的演員聊天 然後就哇 沒有我才看到 我才覺得我可以訪問到你們 我超開心的 對啊 在迷惘的那段時間 應該也都有很多試鏡的經驗嘛 有沒有什麼印象特別深刻 最奇妙 或者覺得 天啊我怎麼會來試這個 我到現在其實都還會迷惘 還是會啦 迷惘好像不會停止 但我大概可以知道 我又要開始那樣子了 然後就大概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狀況會發生 所以就把它看得蠻淡的 那以前 以前因為可能是戲劇戲出來 你去跑廣告試鏡的時候 你都會 比較有一個覺得自己覺得應該是什麼樣子 所以反而是接觸影視之後反而有一種 有一些表演被砍掉充電的感覺 就是原來你演戲的方式可能不適合在電視劇上面呈現 之類的 因為以前就是在學校你會是 可能大家是從讀本啊 冷讀 帶一點情緒慢慢 然後把角色建立起來 一次一次排練之後上台開始表演 那我以前 我也沒有什麼方法 我大概就知道是這種方法 所以拿到東西要試鏡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一直練習 一直練習 然後覺得練到一個自己覺得最好的版本好 就這樣了 然後去試鏡的時候 然後有時候他們叫你再演一次 結果你還是演一樣的 他們就覺得 哇你好像不太能夠調整 然後就是 對 然後反而一直覺得應該要演怎麼樣 而有時候會少了一些可能現場的 可能會發生的一些 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或是跟其他演員的交流 你直接就會 就會沒有 所以你現在就是會多準備幾種方式 然後讓自己有變通的空間 就保持一個更多的彈性 那凱勳哥呢 你有沒有就是試鏡 有很特別的經驗 我很怕試鏡啊 很怕試鏡 我到現在還是很怕試鏡 我不太會試鏡 因為我大概懂冠林在講 因為我們被養成的過程是 你要養成一個角色 你必須要做一個整套的 完整的縱觀這個角色的 生命軸線的觀察嘛 但是 絕大部分的試鏡 它基於保密條款 基於 基於它也不見得會用你 所以它不會給你那麼多的 的線索 或者是角色的背景 你可能就是兩張白紙飄啊飄啊 他盯著就叫你試圖看看 然後跟一個 跟一個也不是 專業演員的 可能是一個就是一台 拿來拍Home Party的一個機器的 一個Cathie 然後在那裡就是 帶著一個毫無情感的方式 在跟你丟接 所以那個跟我們Soul的訓練 太不一樣了 當然是另外一門專業哦 那個是 那個是就像 演員在鏡頭前面很自在 但是在相機前面 可能沒那麼自在 可是Model在相機前面 他可以每一個快門之間 轉換一個心理假設的角色 好多情緒 你看他們那個 那個好厲害 那個每一個快門間 都在轉換一個角色 但我們被教育的就是 我們從0到0的 扎扎實實的捏 花了很多時間捏一個角色 所以 世經對我來講 一直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有一段時間我很痛苦 是因為你 當你是Nobody的時候 其實不會有人給你角色 你只能從這些 不斷的Audition 這些地方去慢慢 累積你自己的曝光度的時候 那段時間為什麼我說很痛苦 是有一些人是Audition Animal 就是他其實非常的會Audition 然後他常常可以拿到案子 但我就不是那樣子而已 我得真的 我得知道前後 然後他從哪裡來 他要去哪裡 他怕什麼 他的慾望是什麼 我的養成是這樣 就變成說 每次一拿到一個Audition的 一個試鏡的腳本的時候 我就會很憋角的把自己 希望自己變成 打從莊凱軒這個人 改變成大家看到我 製作團隊看到我 或者是導演 他們看到我 他們就會喜歡我 他們就會覺得說 對他就是我這個劇本裡的人 可是 時間一久 我覺得好累 我覺得那根本不是我 而且 我是在做一個很拙劣的扮演 我只是在把自己變成 大家都會喜歡的那個人 我並不是真的 可以讓大家看到 我哪裡是最好看的 我在什麼地方會發亮 我應該被擺到什麼位置 當我想通了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沒有多久 大概29歲之後 我就再也不試鏡 我後來就再也不試鏡 就是我30歲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試鏡過 然後有安排要試鏡的 我都直接問說 我能不能去跟導演或製作方 用聊的方式 我們來聊 那聊的過程 他們就可以感受到了 而不是 叫我在那裡唸那些台詞 然後 在一個跟演出的實際環境也不一樣 因為其實演員是很敏感的 就是 當天的氣候溫度 你的對手給的東西 都會影響到你的表現 但我其實沒有那麼相信 可以透過幾分鐘 10分鐘 15分鐘的所謂的試鏡 試戲 找到一個好的casting 好的角色 我其實沒那麼相信這件事情 那那個 我覺得是自己能力的不足啦 是我自己能力的不足 因為我 我真的沒辦法那樣的試鏡 我到現在還會怕 所以如果李安導演要跟你試鏡 你可以嗎 你知道嗎 其實 其實 他們那樣子的導演 他們也不會用那樣子的方式試你的 坦白說他們也不會 他們很多都是找你來聊 找你來聊 然後 然後從聊天 你不要以為他沒在試鏡喔 他聊天的過程當中 他就已經在試鏡 所以冠婷你現在還會要試鏡嗎 還是你也是已經可以不用了 還是看啦 如果對方要要求試鏡的話 那也就去試試看 那就是如果 對啊 如果有需要 那就來試試看 因為有時候 譬如我之前 我之前遇過 我剛剛講到 之前就是 許道任導演那時候 要拍那個 憤怒的菩薩的時候 他有找我去 他的名義也是說 就是聊聊天 見不到 可是他一去 他也沒有跟你聊天 他就坐在那邊 然後吃他的 他的花野菜 他就坐在那邊 跟他聊聊天 好好好 那我可以 其實他已經在觀察你了 可是他們就已經 大概知道 他們 一看你 又一跟你講話 就大概 大概知道你那個樣子 但我剛剛也同意凱旬哥講的 就是如果你一直去試鏡 你好像是 就是 剛講到說你要為了 得到那角色 你做了很多討好的事情 那好像也 不太 對 你是自己對不對 就算你拿到角色 你自己也很不舒服 因為 這不是你啊 對對對 這我也 剛剛聽了我也覺得 有時候 你覺得 對 你講的也蠻對 我覺得有時候工作一起 也不是 就看這個人跟你合不合吧 我覺得如果這樣 以這樣的心態來 來想的話 你找到可以 你想要跟他一起 可以好好工作的人 我覺得說不定 比他更會演 或怎麼樣來得重要吧 畫米花看電影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請大家在6月13號 一定要鎖定 我們的第三布局 成殺禍 那這個戲 其實我覺得他最有意思的地方是 他的線很多 他的角色很多面 然後他也可以 讓你在 讓你在那麼多角色當中 找到自己一個情感投射的一個 一個 一個 角度吧 我想一定會有收穫 尤其現在是 疫情階段 在家裡好好的追劇 我想 會跟以前看戲 會有很不一樣的感動 爆米花看電影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第三布局 成殺禍 是我接過的角色以來 我第一次最想要 把自己灌醉的角色 因為實在是真的是太累了 這根本是可以排上 我這個人生職業的前三大吧 所以希望大家 對 對 大家一定要來看看 我們這個戲到底在演些什麼 那在每個 6月13號開始 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 在 Cashplay Plus HBO HBO GO都有喔 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來 這個 撥開這個 層層的迷霧吧 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冠婷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